2月里面加上保护密码 保护密码可能会有两次 当然你记得你的密码就对了 然后再来的话 当然你这样启动表单输入的话 那就一定会出错 所以如果出错的话怎么办 因为我把刚刚资料先删掉 重来一次 假设它一定会出错 你把它增错一下 它说此处需要密码增错 卡在哪里?卡在这里 因为它丢不进去 因为你要把它 把TESPA1里面的资料A1放到这里 不行 因为这个密码怎么办 特别注意 请特别注意 就是说你如果要解开保护的话 其实很简单 我们把它停止好了 OK第一个 你可以在程式写在哪边呢 一样写在按钮的第一行 就是第一行的位置 写什么呢? 动态的取消保护 怎么动态的 这个地方呢 现在是有没有 你一定要输入密码 如果VBA的话呢 它其实就只有一行程式 其实还蛮好记得 那一行程式的话 叫做目前的工作表 目前活动中的工作表叫Active 工作表叫S-H-E-E-E-T 叫ActiveShoot 就是目前正在使用 就是现在这个工作表 电 要把它取消保护的话 就是叫 保护叫做什么? Protect 那取消叫什么? Un-Protect P-R-O-T-E-C-T Un-Protect OK 有没有 加一个UN就可以了 有没有 Un-Protect 然后刮斧呢 我密码里面是放什么? 1234 这样都OK了 那当然我全部都打小写的 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移开 假如手字有变大写的话 那表示你字没打错 所以我建议啦 如果你自己打的话 打小写 移开就知道有没有错 有没有发现 A有变大写 S有变大写 U有变大写 那表示OK 恭喜你 你没打错 好 那另外的话 请特别注意哦 请你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贴到End Sub 的上面一行 但是记得哦 要把它UN拿掉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是什么 动态的取消保护 然后把资料填进去之后 再把保护加上去 不然如果你保护拿掉 那人家不是又知道了 对不对哦 OK 所以记得哦 开头加Un-Protect 结束加Protect 好 来试试看哦 那这样有没有OK 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再把它是一个中断点 这样看比较清楚 所以刚刚输入不OK 有没有这边的话 随便输入几个成绩 好 Enter 这个时候 有没有停在这边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 请关卡一下上面 现在是取消工作表面 经过这一行哦 有没有发现 他已经动态的把这个保护拿掉 等同是你已经输入密码了 然后他已经取消了 所以哦 这个时候呢 你再去做输入会不会OK 有没有发现 OK了 那如果你关掉啊 这个保护啊 假如你要改成绩的话 很抱歉 还是不能改 因为他已经又动态的把保护加上去了 哦 所以你会发现哦 就这么两行而已哦 真的 还蛮值得学习的 因为这个学习的CP值太高了 有没有 两行就可以动态的取消保护 有没有 跟这个把保护又加回去了 所以哦 记得我刚刚就加 哪里呢 这边是哦 新增这边哦 开头的地方 加这个 UnProtect 1234 然后呢 底下的地方呢 就把UN拿掉 叫Protect 1234 但是呢 最后还是有个问题啊 总是说 老师那会有人学过VBA 然后呢 他就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城市放哪里 他就把他打开来了 然后就看到1234 然后呢 就自己怎么样 到教育把1234打 那不是就 只防君子不防小人吗 是不是 就只能防那个没学过的人 那如果学过人怎么办呢 跟各位讲 最后最后 还要记得 不能让人家看到你的VBA城市 有没有 以后的话呢 你就把它保护起来就好了 所以最后再教各位 如何保护什么 保护你这个整个城市 那怎么保护哦 记得请你在最上方有个VBA Project 你的这个专案的名称 就是刚好你的档案名称 有没有Match的 那就在这个上方 VBA Project的上方按右键 它会出现有一个叫VBA Project属性 OK 属性的地方呢 会有个保护 你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把它打勾 然后输入密码 打勾之后输入密码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保护起来了 那所以哦 如果下一次哦 假如说有人啊 他把它先储存一下 他如果说怎么样 他想要看你的那个城市的话 那他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打开你的那个VBA的时候 他就会看到 诶 你的VBA变这样了 那他把它加号点一下 密码 OK 好 那如果他不知道密码 密码不正确 所以一定要知道密码 才能打开嘛 对不对 OK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就等于 已经差不多万无一失了 OK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我想应该也就在想想看吧 反正就是尽量让这个系统完善 OK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人家可不可以改 你就算应该是没办法乱改了 有没有 保护起来了 那我其实还蛮建议 以后你们的资料 尽量还是保护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保护 所以在最后 因为你都是你自己要处理 因为你要擦屁股的 什么事情 而且系统不稳定 状况百出 所以倒不如先想好架构 以后的话呢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那你会发现 哇 你就不用再花时间了 就是因为你忽略了那一些细节 而造成的麻烦 OK 所以今天的话 主要就是把这个表单部分设计 把它从头到尾讲完了 OK 那我也把影片录下来 今天讲的东西 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复杂了 所以其实还是建议回去 再花一点时间吧 太多要记得 OK 那画面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一样我会把今天的影片 再转档放上去 OK 如果说你们有加进来的话 回去应该有收到那个影片 回去记得一定 假设你希望把VBA这个技能学好的话 回去一定就要再多花时间 尤其是你本身那个基础就比较薄弱同学 真的要多花 尤其是自己要亲手打程式 像我们因为上课关系 像我一个地方用复制贴的 但如果你有时间 我建议你从头到尾每个字都自己悄悄看 OK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 下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第三个单元 日期与时间函数这个单元 好